Hello,大家好,我是海哥,海哥聊大V 今天要给大家聊的一位达人是渔人阿峰 看到他视频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港海的达人 他做视频也没做多久 2018年开始做的 现在才发500多个视频 现在他的粉丝量有400多万 那么他视频拍怎么去港海的一个过程 怎么抓到抓鱼 一天的生活 就一天去港海 这个过程拍成短视频 一天抓鱼的钱 都还没有他拍一部视频的钱多 那么他一年能赚多少钱 按照400多万的粉丝量来讲 他的视频报道率是很高的 很多人看很喜欢看 感海嘛 就是他看的新鲜 看的一种是好奇心嘛 他的播放率呢 应该是在一百万来算 一部视频就有4千块 一年就三四就一万二 那么一年呢就一百多万了 现在呢他还直播带货 还有广告分层 按照40块钱每万次的播放率呢 他一年收入 单单是视频给他带的收益 应该有一百多万 现在还没有包括他的直播带货 还有那些产入广告 还有那些产入广告 现在呢他视频里面呢 还出现了表嫂 前面我看我视频里知道 我是表嫂 他已经在里面出现 所以给他的播放量带来很多的流量 我的表嫂他的粉丝量也是很高的 所以他们两个经常出入这个镜头里面 介绍这些鱼啊 介绍这些直播啊 带货啊之类的 所以粉丝量很高 播放量也很高 流量也很高 他又是头条号的首发 他的每万次播放率 应该不低于四十块 那么按照算一年就有一两百万 这是肯定可以赚到的 所以这等视频啊 现在就是风口 每个人都可以拍的短视频 他把他自己的生活啊 就是港海嘛 捕鱼 把它拍成短视频 所以赚的钱呢 比港海抓鱼的钱还要多 所以这个短视频 现在大家都可以做 慢慢做 做这个短视频呢 不是说你做一两步 你就可以赚的钱了 只是要一个量 比如你做个五六百步啊 一千步啊 他肯定是很 收入是很稳定的 刚开始是很困难的 这个鱼啊 阿峰啊 他刚开始也是 没有什么不防律的 他后面 改善了一些拍摄技术啊 他改善了一些拍摄的技巧啊 又请的摄影师啊 这个短视频慢慢做啊 他这个流量就起来了 慢慢摸索慢慢学习 肯定会赚到钱 不是说你拍几部啊 没什么流量啊 就不想做了 现在看这个大V 他的视频也是平常说 没流量 没流量 没什么 没什么收益 你想想 他一天赚几千块 或者三万块 如果他达不到 他肯定说没有流量啊 那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哪怕是赚几十块 一百块两百块 那也是钱啊 也感到高兴啊 你慢慢累加起来之后呢 有的四五百过 那么你的钱就开始翻翻了 每天这个流量 它就会叠加起来 累加起来 那么我们的钱就会多起来 真的不要想着一天就吃成一个棒子 拍这个视频是要靠一个量来 来给我们赚钱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录到这了 喜欢海哥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关注 下次分析更加精彩的网红达人 是怎么赚钱的 怎么赚到钱的 下期见 拜拜